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 本期读书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百年之前的直播秀场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先请大家看一张图 这是《荒野集》这本书 1920年首版的封面 而我手中的这一本《荒野集》 便是为了纪念它出版一百周年 由杨鹏翻译三联书店出版的 这也是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画家 洛克威尔·肯特 他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引人注目的画家之一 而它的第一件最出名的作品居然不是画 而是我手中的这本《荒野集》 书中的内容是一百二十篇长长短短的日志 记录了作者肯特和他的儿子 父子两人在阿拉斯加 一个荒野小岛上的隐居生活 书中还配有父亲的水墨画 以及儿子的涂鸦等等 可能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会有点奇怪 说书里面也没写什么 既没有历写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金句也不算多 它为什么被称为名著呢 首先这本书是作者肯特的人生逆袭之作 他一直是辗转漂泊 过得很穷困 靠当武将养家 坚持画画 但是不被艺术圈承认 到他三十六岁的时候 决心要离开他生活的大都市纽约 去阿拉斯加再折腾最后一把 那年是一九一八年 当时的阿拉斯加还是一片荒地 肯特的妻子不愿意再漂泊 他只好带着九岁的儿子去了 这是肯特的最后一战 整整七个月 他在一个叫狐狸岛的荒岛上面 一边带着儿子一边创作 他只有一个邻居 七十一岁的瑞典人奥尔森 肯特画了很多的话 而且还写出了这本《荒野集》 《荒野集》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仅仅是靠出售版权 肯特就赋了成了名人 他的话 连同他儿子的话 也全都被富翁们买走了 英国人称赞说 这是《荒野集》之后 美国人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其实《荒野集》读上去很平淡 跟流水仗似的 记录了一些日常的生活 但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么看 《荒野集》可能是史上最早的 一场文字直播秀 您想一想啊 当时的阿拉斯加 是一片神秘传奇的土地 而肯特去的那个荒岛 狐狸岛 尤其荒凉 它冬季长达七个月 是美国最冷的地方 很少有人去那儿常住 去那个地方和去监狱 有什么区别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 肯特还带着一个九岁的孩子 肯特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他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受伤害吗 这对他的创作能有什么帮助呢 各种疑问就成功地勾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对于今天经常刷抖音 刷微博的年轻读者来说 其实特别有感 毕竟大家看贝爷 看李子柒 看荒野生存等等 也不是想去看思想 看京剧之类 就是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人是怎么生活的 其实呀 肯特在一百多年前 他就已经很明白这一点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读读这本书 看看肯特是怎么来秀他的生活 怎么来耍酷的 首先呢 他的文字非常简单 读起来很爽 里面什么都有 菜谱啊 藏书单啊 基本生活用具清单 日记等等 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 在当时啊 人们普遍认为 写作就要写那些有意义的事 那觉得这些东西它不是文章 可是肯特就知道 你写得越细 越杂 越日常 越接近生活的原生态 才越有趣 只有意义 没有去文章就不好看 荒野籍的意义其实就藏在那些有趣的后面 概括起来说 肯特主要在三个方面下足了功夫 首先 做文字直播 你必须要学会从平凡的日子中找到快乐 在书中肯特就这样写道 洛克维尔就是他的儿子 跟着几只山羊跑来跑去 玩得很高兴 今天我们小屋的门忘记关上 几只山羊都溜了进来 只有呵斥和狠狠地动手教训 才能让山羊听你的话 比利就是那只羊的名字 站在门口 我抓起一根匹柴砸在他的头上 他只打了一个喷嚏 一个大男人跟羊较劲 这是多滑稽 谢谢大家 这本书主要打的是孩子牌 要知道孩子是永远的话题 这肯特 你自己一个人去荒岛也罢了 他带着九岁的儿子 这让人惊讶呀 孩子不用上学吗 荒岛没有医院 如果生病了怎么办 从书中来看呢 肯特的教育方式甚至有点吓人 比如说他常常和孩子打架玩 甚至抄起木柴打架 他却玩得很高兴 邻居奥尔森打了一只松鸡 送给肯特的儿子 洛克维尔却大哭一场 肯特这个爸爸居然护着孩子 他这样写 为了满足人的口腹之欲 就夺走树林里某些居民的生命 人难道不应当觉得羞耻吗 在书中肯特这样写道 今天我正要熄灭火炉 他却又添了两根木柴 我把两根带着火苗的木柴抽出来 他很认真的让 不要这样 你会让火伤心的 谈到孩子的未来 在书中肯特说 富人 穷人 乞丐 小偷 医生 律师 商人 官员 有谁能定下一个孩子的人生呢 值得一提的是 肯特的孩子长大后成了科学家 回想起童年 他这么说 他说在荒野上生活的日子 你要死亡 你会让我继续 呗 你太冷了 还没什么 你会让他使人 我会让他在书中 尧续 そ 你会让我忍一腿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